那我是小新啊 今天还是给大家12颗带盆带土啊 的君子兰45米 然后第一颗真的很好看啊 大家看到小新的视频的时候 可以赶紧来这个1号啊 那个形体的话真的是很漂亮 而且叶片的话宽度也够啊 然后这个是1号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2号 2号呢是宽叶的一个济世和尚啊 然后可以看一下叶片特别的宽 然后纬绿的话也清洗 头型也好看啊 然后整体花型打的这个形体的话也很好看 然后第三号的话是一个济游啊 看一下这个坐姬 宽度头型和那个刚性非常非常好啊 看一下这个3号 然后是4号 4号是一颗枪头的一个济世啊 喜欢扎枪头的啊 喜欢君子兰像一把利剑的 可以来小新手里这个4号 拉的是这种竹节纹 坐姬也非常的漂亮 然后是5号啊 5号的话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坐姬很好看啊 这颗花的皮子量就是辣蒙度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是6号 6号呢是一颗尖叶的 然后坐姬变的比较低的啊 然后宽的尖叶的 主要是这颗新叶片纹反的很好 格子拉开了树筋特别的粗 然后给大家印下6号的整体花型 7号呢是一颗花油啊 宽叶的一个源头的一颗花油 喜欢花体的喜欢宽圆短的啊 可以来这个7号 整体花型看一下 然后18号 8号同样是跟7号是一样的啊 是一颗果栏里边叶片算宽的 然后花油啊 颜色是这种花体的源头的宽叶的 皮子也非常亮的 8号啊 然后是9号是佛手型的啊 品种是一个济湿短叶啊 就是这种小短叶的芝麻纹 佛手花型的9号 然后印一下坐姬 这个是9号整体花型 10号呢是一颗宽叶的小油酱啊 然后比较利啊 比较宽 厚劲十足啊 可以看一下底叶心叶的话 宽度都好 而且立项都好啊 然后宽利的一颗小油酱是10号 然后看一下11号啊 11号也是给大家印一下这个坐姬 10号11号和12号的话 立项很好 然后11号的话头型很平 整体花型给大家印一下 然后再就是12号啊 这种花都是宽利的 底叶有一个折 不要介意底叶的话 秋冬的话就会脱落啊 12号整体花型给大家看一点啊 形体的话非常好看 坐姬拍拍边 然后一共是12颗花 45米 新土新肥啊 回家可以直接养 这么美丽的君子兰就可以了 喜欢君子兰呢 别忘了给小薰点关注啊 持续还是一样回答 分享更多君子兰的故事